我是一个被摧毁了的年轻人 要摧毁一个年轻人是很容易的事 只要家长无微不止的照顾 无限量的重用 不断的赞赏 源源不绝的零用词 年轻人就会开始变得不自知 以为所有东西都是理所当然 当他踏出社会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是零 其实所有东西是要自己努力争取回来 但到了这一刻已经太迟了 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被人吹捧 被人称赞 犯来将口 依来身手的生活 当社会不给任何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抱怨这个政府 有几岁 但就没有想过自己给了什么 这个社会 一个前程无限的年轻人 就这样就被摧毁了 所以 要摧毁一个老板 是非常容易的事 只要对老板无微不止的照顾 无限量的重用 不断的刹鞋 将他捧到至高无上 就算他要你每天OT 你都可以说 老板你已经算好好的了 外面的老板OT还要无能出 老板就会变得不自知 认为自己是史上最好的老板 最痛惜员工的老板 之后一切就会按轨道进化 当他真正踏出市场的时候 最后他就会发现原来 他自己在员工心目中的地位是零 因为他从来没有好好争取过 员工对他的好印象 但到了这一刻已经太迟了 老板已经习惯了被人吹捧 被人称赞 扮来张口 依然来伸手的生活 当员工给不到任何成绩他的时候 他就会抱怨员工有多坏 然后把人解除了 最后当老板回头一望的时候 他就会记起当初每日为自己 弄碌奔波的你 而这一刻你就可以 炒了他 一个前程无限的老板就这样被摧毁了 而政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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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